我再次祝贺埃塞俄比亚 或要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埃塞俄比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参与方 十年来 中埃塞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 合作领域之广 成果之风 惠民之众 都走在中非合作前列 我提议将中埃塞关系提升为 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 双方要不断巩固友好互信 深化务实合作 做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全天候朋友 和促进南南团结合作 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全天候伙伴 中国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优优优独播剧 建议和投资金和国际公平正义的投资 经济提升 也许是周围的参考者的计划 第三个书史业和有关公司 欧阅的华盈目是完全合照的 专业的一切专业的预定 和专业的一切专业的一切专业的合作 所以那是 政府的一切专业的一切专业的合作 专业的专业和专业的一切专业 我们互相也提供这些荣业的一个 是完全行動的